近日 美国著名零售连锁超市塔吉特 宜加 阿尔迪 以及大型连锁快餐店麦当劳和温迪汉堡等知名品牌都在宣布降价 塔吉特执行副总裁李克·格麦斯在本周的一份声明中表示 该公司降低了5000种商品的价格 包括冷冻比萨和黄油 经济学家表示 这一系列快速发布的降价公告并非巧合 而是因为在通货膨胀三年之后 公司为争夺客户而做出的价格调整 专家补充说 快餐店和大型商场等面向中低收入人群的公司之间的竞争最为激烈 中央密歇根大学经济学教授杰森泰勒说 在目睹美元购买力大幅下降后 消费者最有可能将价格 价格和价格视为最重要的三个因素 上周麦当劳宣布将于下个月推出一款5美元的超值套餐 温迪汉堡周一紧随其后 推出了一款3美元的套餐 包括一份早餐三明治和土豆 全国连锁杂货店阿尔迪本月早些时候表示 将降低250种商品的价格 比如将沙朗牛排的价格从8.49美元降至6.99美元 高通胀和高利率持续挤压了许多消费者 手头拮据的购物者在支出方面变得更加敏感 这给企业带来压力 或使他们降低价格 否则就有可能失去业务 与此同时专家表示 由于新冠疫情后通胀的爆发带来了盈利能力的急增 许多公司可以降低价格而不会盲受损失 美联储数据显示 2021年企业利润率从第一季度的11%左右飙升至第二季度的19% 最终在接下来的一年稳定在15%的高位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应用经济学教授史蒂夫·汉克表示 利润率也刺激了竞争 促使公司进入新市场或降低价格 以此来抢占一些利润丰厚的业务 如果利润在自由市场体系中开始增加 就会引发竞争 而竞争会降低利润率 还是在片山坡的不合格 并且有等待在三个小时期 并且有等待中在大小时期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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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付暂洁 让利润回復 进入新市场体系中的正体系中央